回来关心最近天灾频传 除了好雨酿灾 在花林地区从昨天凌晨开始 六个小时之内发生了27起的有感地震 最终有三次的震度达到五级以上 吓坏民众了 气象局就表示呢 密集地震的原因就是因为 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的海板块之间碰撞 未来两个星期之内 不排除还会发生规模四到五的余震 中央地区的民众提醒您特别注意了 民宿天花板的吊灯摇摇晃晃 这是15号凌晨的花莲地震 造成的摆动监视器转到户外停车场 也是晃个不停 甚至把树叶雨滴都震落 可以想象当时的震度有多大 回想起来还惊恐未定 其实凌晨地震发生时 已经有十几名路客背着大包小包逃难 站在大马路全是因为地震 晃得实在太厉害 床子颠起来的感觉 看看怎么没人出来 但是我们又不放心 想想还是剩下来才做吧 睡觉睡到一半被摇醒 冲出饭店 因为这地震真的很不寻常 从凌晨12点15分开始 就发生规模5点4的花莲海域地震 过4分钟又发生规模4点3的余震 3点半又再来一次规模4点9 余震不断 统计到下午5点前 17个小时内总共71次地震 就有37次是有感地震 第一次主阵阵度最大 花莲县基期有6级 光复5级 寿逢4级 花莲市3级 都是属于浅层地震 规模以上的地震 后续会又引发出 一连串比较小规模的余震 这个现象是很常见 连续71次地震 37次有感地震 网路上更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网友说真的太可怕了 更有网友说是不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民众被吓到不敢睡 却有人到海边发现意外收获 地牛大翻身 隔地都传出捡到地震鱼 就有这么巧 清晨又有钓客 在花莲立物溪出海口 发现一尾6米长的地震鱼 在海滩奄奄奄一袭 直呼真的太巧合 虽然气象局解释 是板块移动的能量释放 要民众不用国度担心 但是这几天全台地震整不停 又碰上花莲连续70多次的地震 难免会心里毛毛 毕竟大家真的被整怕了 中年新闻花莲总和报道